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鼓气要痛好几天了 不知道还能上班吗 但弟子心里不怕 立刻开始不停念大悲咒 意念给伤口出愈合 在不停念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 痛感已经减轻很多 等回家洗好热水澡 拉开窗口贴一看 居然这么严重的伤口上 加上下午不停地走了一下午 完全没有预清 并且伤口已经结痂了 真的太神奇了 之前拔牙也是 当时四颗分两次拔的支持 从拔的时候就开始念 一直出门坐车回家都不停捂着 塞帮子念大悲咒 十点拔的牙 大概一点的一侧 大一点的一侧拔好 晚上就可以张嘴慢慢嚼饭入食了 大一点的一侧拔好了 中午是早上拔 中午就可以吃饭了 咕牙期间也是 我每天给牙齿一到三遍大悲咒 全程并没有像大家说的痛的睡不着之类的 而且只用了八个月就拆了牙套 大悲咒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肉体的痛处 所以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遇到各种擦伤 碰伤等机体损伤 一定要立刻念大悲咒 针对换处 而且越早念愈合 效果越好越快 根据经验小的擦伤念几遍大悲咒就可以了 这么多年来用了大悲咒 这个妙用让弟子少了很多皮肉之苦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妈妈 是的 菩萨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 什么叫无微不至啊 一点小事情都会关心的 明白了吗 真的 擦掉一点也是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妈妈